丹哥好 你好 兩位好 我叫你偉仔行嗎 當然行 阿王 世紀訪問要投暗標 爭取訪問 我拍攝電影 我問不可以 劇組那邊你跟著我 我要來做這個訪問 我很興奮 興奮的原因是 當然你們兩位和這部電影 是一個完全全新的觀影 很厲害 不要令翁子光這麼驕傲 先找兩位演員 電視台一別幾年 多久沒有合作 我跟Heron不知 翁子光給過一段影片 說原來我們一起合作過 都不記得 因為一天 幾十年前的一天 哪裡記得 都市方程式 的一場戲 一場戲 他做體育老師 韋仔做體育老師 真的忘記了 就叫做結過緣 這樣就幾十年了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譬如今天 鄭鑫Sir有個戲 喂韋仔 熟而已 但阿王 有個戲 你們會是 你們說來聽聽 還是給我看劇本 還是哪個導演 甚麼人 這些最重要是哪個位置 我通常都要感覺這個人 我可不可以信任 大家的感覺是怎樣 大家聊天上來 我最近經常都是這樣 我不管你的故事是甚麼 有時有些就很神秘 簡直是不可以告訴你 我便說不可以了 大家做一個 Net Meeting也好 大家見面 我想感覺一下這個人是怎樣 如果我有一個很好的感受 直覺上 我便覺得可以做 這樣 無論是甚麼題材 因為我一定要相信那個導演 是 好 這就是韋仔的直覺 阿王呢 工作模式上 我覺得是 公司會收了一些劇本 因為不會直接給我 公司收了劇本 小美可能會先過濾了一陣 對於我再接收到劇本的時候 就可能會再節省了一陣工夫 因為有時如果看一大堆劇本 你會很辛苦 你不知誰 你可能會混混淆 如果小美有時間 就是專門處理這件事 再等劇本給我看 我相信 我會相信小美 她選劇本的能力 然後到我再看的時候 我就會再看一陣 然後我覺得有甚麼問題 我會提出來 告訴小美 你首先有沒有興趣 由劇本上有沒有引發我的興趣 還有我會 我希望我拍的電影 角色不要重複自己 以往做過的大前提 因為我比較 人可能是比較 屬於一種 經常想突破自己 經常想找一些 不同的一個演出的一個方法 或者一個角色 去給自己挑戰 我喜歡做這件事 挑戰 只是一開鐘 這個答案兩位 其實都已經引申了很多問題 我便問 翁子光 你怎樣跟她見面 我記得那時我在上海拍電影 她拿著劇本來上海找我 我忘記了有看還是沒有看 我說你可不可以讓我上一部電影 我看看你上一部電影 因為人見過了 聊天 我去看看你上一部電影 看完她上一部電影 我很喜歡 踏血沉迴 我看完之後 我便覺得 挺棒 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 跟她見過面 又看她上一部作品 覺得很喜歡 覺得不如大家拍一部電影 這個訪問好 誰以後想找演員 找這樣的級別的演員 知道她的性格 她的品質 要怎樣去接觸她 偉仔就是這樣 但你跟翁子光合作過 合作過 合作過 有很多問題的存在 資金等等 其實有挫折的導演 我相信偉仔都不會看錯人 可以啊 可以啊 在偉仔的分量裏 你都知道她認為 翁子光有這個特質 在裏面 絕對是可以合作的 當然我跟子光合作完之後 更加有默契 她今次籌備封鎖 叫我演呂樂這個角色 還有偉仔 我覺得是一個很開心的組合 對我來說 今次這部電影 真正在電影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很欣賞偉仔 因為之前擁有的時間在舞蹈上面 但當我真正去演戲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去看一些優秀的作品 優秀的演員的特質在哪裏 那偉仔當然我覺得是 尤其是《無間道》 我也是最喜歡的一個電影 當然還有很多一代中詩個人 我都有一部電影 其實基本上我都會有看 因為你真的喜歡她 那到你真的跟她合作的時間裏面 當然我覺得要自己做好準備 因為一個這麼優秀的演員 那自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跟我其實一直拍戲的心態都一樣 沒有改變 可能另一個改變就是 偉仔是拿得最多影帝的一個好演員 會怎樣呢 即是我很期待 但當我真的跟偉仔合作 我到現場看到偉仔 大家這麼久沒見 真的去到一個角色 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期待 或者準備功夫 我看到偉仔的確就是 我腦裡想的梁朝偉一樣 如果你問我香港 在香港的演員裏面 從小看到大 當然偉仔不是 發哥 我跟發哥合作過 跟偉仔合作大家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唯一一樣的特質就是 大家都有這麼有魅力 都是做好準備功夫 在現場 變成你在交流上很舒服 跟偉仔的演員合作 令你自己都很優秀 我又沒有特別的心理調整 因為我一向以來 我都會覺得拍戲是一個團隊 我從來都不購買那件事 是大家要鬥氣 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應該是大家一起跳一隻舞 我不會踩到你 你又不會踩到我 但大家要配合 那種配合 就要大家都在現場平等 我在現場 我經常都說我沒有Ego 如果你覺得我哪裏不好 你直接告訴我便可以 在現場不應該有Ego 在現場只不過是 大家一起同心合力 將這件事做到最好 我覺得大家進去 就是一樣 你做你 我做你 大家平等 然後大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將它做好 如果你有甚麼不行 我幫你 我有甚麼不行 你幫我 我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拍攝 任何人都沒有甚麼 不需要甚麼心理調整 大家一起做 藍光磊落 這兩個都是一個 我們知道 實實在在的人物 現在你們要去演繹 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物 但要戲劇加公道 疑似創作 是很有趣 是難 是挑戰是怎樣 比較大家會有既定印象 就是華德華演過的磊落 但因為在翁梓光手筆 他的創作 他的劇本 他拍攝的手法 就會令到整件事不一樣 我覺得是要跟著劇本走 跟著梓光他的心態 演員其實就是要配合導演想要的東西 不對立刻調整 這次我覺得是特別的地方 是很年輕的磊落 開始演到他 真的差不多七八十歲 我由十八九歲 當然我不盡量 因為之前還有人做我 天佑做我 年輕的我 我差不多二十歲出頭的時候 一直演到八十歲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多難忘的經歷 在這部電影裏 我覺得最有趣 就是拿了原型人物 但你又不用跟著原型人物 你可以第二次創作 我覺得南港這個人可能是 很屬於當時香港社會裏 某一群人 即是知識分子 受西方教育 然後培養出來做精英 即是他又 基層 我覺得這樣也很有趣 中間我又發覺我自己有很多東西 跟南港很相似 因為小時候又是單親家庭 又是接受西方教育 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又放了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中間一直拍攝 經常都要改 可能翁子光又 他在現場都會觀察演員 他會根據你的性格 他又改一下改一下 做到那件事就很有趣 我初初都不知道為何我要彈琴 後來想一想 原來這個角色彈琴 就是他唯一可以抒發自己的心情 因為他一輩子就是為了爸爸 我想當警察都是爸爸叫他做的 我覺得我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要彈琴 他太多東西都收起來 甚至喜歡蔡珍 但蔡珍原來喜歡郭富城 很浪漫 他拍了一個浪漫的工作 很有趣 不單是一個CC式的電影 跨度很大 而且每一個人物 他描寫都很深入 你們覺得兩個人困的戲裡面 你們自己覺得最爽的戲 是一場什麼戲 打下去 其實我有壓力 因為拍攝那場戲 導演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手法 就是在一個鏡頭裡面 一邊拍攝 大家忍每一個角色的反應 對白 然後到最後 到位子離開走 是一個鏡頭 那場戲我覺得很刺激 因為我未試過是這樣 導演要求這樣做 挺難忘 我有什麼特別覺得編場 特別爽 但我覺得整個戲拍下來 都幾享受 享受 對 享受 在戲裡面剛才說 一個鏡頭落 看到位仔 會彈琴 通常我們都是偷拍 偷拍 找人剃手 說來聽聽 一個彈琴一個跳舞 在戲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死練死練 練了多久 很久 開拍之前 只有兩個月 兩個月 然後要練三首歌 其中有一首我和舊富城在一起 那一首是一首Jazz 你真是很快 然後每天練八個小時 自己在家 去老師那裡 一個星期可能去兩天 然後自己在家 不停練 沒有辦法 這些一定是工當藝術 其實都不夠 我叫他們在廣場 譬如我們在廣州拍 麻煩你在我酒店都弄過 那些琴 一定要每天按 那就是這樣 要這樣 這些真的不能接近 沒有 完全沒有接近 這個話知道你是哪位 是 你要做 一個鏡頭落 你就要做到這些 這些就是演員 假輕就熟 算不算是假輕就熟 跳舞 應該說是 但是很漂亮 你想說 你和老婆春夏那個 很漂亮 那場戲我最難忘 應該是位仔彈琴 我就要在 位仔現場彈琴 我就要跟著他音樂的節奏去跳舞 踢他舞導演在那場戲 想安排那個年代 如何去追 追我老婆 蔡珍 蔡珍 踢他舞 我1994年的時候 去苦練過 因為當時做演唱會 我們請了一個日本老師 就已經學了一些基本的步伐 但去到隔了那麼多年 其實都不是說 經常會跳踢他舞 但這個電影裏面 就是要呈現這件事 真是苦練 我們請了我們香港的一個 踢他舞老師 他都很資深 都知道我會學歌 但因為要跟著這個節奏 要有些改動 因為不斷改了很多次 我們都練了很久 在現場和位仔加入 當然很詫異 我覺得位仔很厲害 剛才說了是苦練 人人都可以 苦練就行 你知道真是苦練 很辛苦 我經常聽你們這樣說 導演是不斷鞭策你們 有沒有反過面 真的太辛苦了 庸子光 有沒有 我練琴的時候有 我會發訊息給我 我想跳樓 那他怎樣回覆你 沒事 你家裡只有三層 沒事 為何他要給你眼鏡 我見到他 去到後期大肚腩 他的造型等等 是一個甚麼原因 我覺得演員很多時候 都是靠小賭具或者服裝 來令自己容易投入去 或者令自己容易相信自己是那個角色 這可能是他其中一個想法 我以前曾經有很多這些經驗 我覺得他當時的想法 可能就是想給我一些東西 令我快點投入 容易入信我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 幾個月之後拍完 大家看過製成品 兩位怎樣互相評價對方 我覺得韋仔就是一個天生的演員 很有魅力的演員 而且我覺得他在裏面說的對白 是很有說服力 而且在裏面說的 是當時說的很政治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對著一群樓羅 外面的人 我叫做飛仔 但他要說一件事 去相信那些人 很有力量 但不是用力去說 而是他的聲線裏面 用心去說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一直都很欣賞 就是這件事 而且真的很有魅力 經過這次的合作 我真的很欣賞 Aaron的工作態度 而且在這次的表演 我覺得跨度這麼大 而且有這麼多階段 我覺得完全可以處理 很有自己的看法 有時拍戲 你很希望對手是這樣 不要來到才想想 一會怎樣 你不是有種想法 或者你應該準備好 大家都準備好 因為來到是拍攝的 不是大家來拍攝 我覺得我很欣賞 Aaron 不是很認真 很投入 提外話 剛才你還未到的時候 我跟阿慧仔聊天的時候 我說他沒有變 你當然不是 大家也沒有變 這就是我想去 因為你知道我現在 做健康節目 所以我也想在最後說一下 你們是怎樣養生 怎樣保持健康 你做不做運動 我做的 我最初做運動是因為 因為在電視台拍戲的時候 因為那時每天要工作 差不多平均十八個小時 每天睡幾個小時 那一天要拍很多戲 那時我就會發覺 體能原來很重要 就是對一個演員 尤其是你拍戲 很大上大落那些 你一天要應付幾個月的工作量 那時開始就做些簡單的運動 做一做一做後 後來就做完電視台 那我就習慣了 就是為了拍戲 我一定會繼續做運動 後來就開始玩些其他運動 那我就習慣了很喜歡運動 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個放鬆 我老的時候不用想事情 我只是做那樣事情 或者譬如打乒乓球也好 我玩帆船也好 滑雪也好 衝浪也好 還有我更加現在特別喜歡 和大自然互動的運動 因為每天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對我來說 是可能都是一種meditation 就是那個心理的放鬆 因為你沒有可能打什麼 你想其他事情 想其他事情打不到球 帆船也是很忙 飲食方面呢 飲食方面 有否說我不吃東西 我是因為拍戲 我自己 從小到來腸胃都很差 很容易食物中毒 所以我拍戲 我基本上 我只吃蕎麥麵 或者煮菜 我回去只吃沙律 我只吃這些 那我就確保自己永遠 都飽 但你又不會太飽 因為我很討厭拍戲 你那時候很不巧 然後你又想睡 又不是很想做事 而且我可以確保 自己肯定不會肚痛 出什麼問題 因為你的肚子有多不舒服 別人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你在裝飾 又不想拍 我就不想這些事情出現 所以我可能工作 習慣這樣 例如我一年拍戲 我真的一年都是這樣 蕎麥麵菜 沙律 就是這樣 久不久 有時有些同事 一起吃飯 今天吃別的食物 吃肉 但我平時很簡單 你是不是 那你們吃東西 很簡單招呼你們 是啤酒 我是 除非我上台表演 做演唱會時 一定要保持到最健康 因為上舞台時 要講你的能量 所以我有個教練 一直都保持著看著 看著 看著你 你吃東西的份量 所以我很放心 交給他 給我餐單 而且我很喜歡 很享受上舞台表演 因為 一到上舞台做大型的演唱會 就是我人生裏面最合適的時候 等等 你剛才這樣說 我記記有一個鏡頭 特意把肚腩出來給人看 因為電影 因為在戲裏面 紫缸 紫缸一定要呈現出 呂樂去到那個年代 然後做一組 談掌 之後已經這麼多錢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人都會有少許步伐 感覺 要凝聚了那一部分 你要特意把肚腩出來 這些都是正常的 電影需要的時候 我都願意這樣做 但是你自己私人其實都 我吃東西 我喜歡吃東西 老實說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但是我又為了我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為了我的工作 又要隨時上舞台 因為我的腦裏面 我的老師給我一個很大的強烈信念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歌手 你要記住你無時無刻都要準備上舞台表演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心 每天都好像有一個鬧鐘 一響就記住 一起來就有 你要無時無刻 你要記住 都有一句說話在我腦裏面 變成我自動自覺 就算我多忙 我都會做運動 我寧願睡少些 但我都會做運動 那種人 吃東西的節制就是沒辦法 我真的喜歡吃東西 所以很幸運我有運動 所以覺得我很容易吃肥 我現在多了一件事 我剛才和韋仔聊天 我說我喜歡書法 韋仔都說了 其實就等於meditation 我很享受這件事 現在我家裡不是很大間 但是我會把我吃飯的桌子 已經變成我寫書法的桌子 吃飯可能在旁邊的桌子 就這樣寫得很大鑊 但就已經霸佔了我的桌子 但當我寫的時間裏面 我可能是把自己 很想表現的一種創作 就靠毛筆的字和指之間呈現出來 尤其是我寫作品送給朋友的時候 寫到一張我很喜歡的 很滿足 很快樂 還有你寫的時間裏面 真的忘了我的境界 還有你時間過得很快 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可能是慢活 所謂的慢活 慢活就是不要每件事都要衝勁 要做的衝勁的時候我就去做 但當你休息的時間裏面 就好像找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又會做一些 我覺得很養生 是很棒的東西 我們兩位演員其實都去到一個 就是他們在幕前完全可以發揮到 然後去到幕後的時候 作為一個很普通人 他們知道自己應該怎樣 令到自己可以活得開心些 更高的一些 然後再可以下次又繼續展現你們 在演藝上的精彩 今天很感謝兩位 在這個工作起時裏面 給了一個這麼精彩的演出 我們 也很感謝你們接受我 今次一個世紀的訪問 多謝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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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鄧哥